舒适穿着简约搭配 以牛仔裤闻名的美国品牌Levis 有将近2%销售额来自于俄罗斯 但现在也宣布将加入制裁俄罗斯行动 暂停在当地营运 Levis有将近2%销售额来自于俄罗斯 但目前称供应链中断 暂停所有与俄国新投资 包括西班牙Zara以及瑞典H&M 潮流大咖Supreme都宣布暂停运送商品到俄罗斯 这下俄罗斯人连买衣服恐怕都变奢侈 在这波抵制下 赵阳逆风卖的是日本品牌UNIQLO 不跟普丁作对 店召开依照卖 目前UNIQLO在俄国约有50家门市 照样维持营运 创办人刘景正表示 衣服是生活必需品 不应该剥夺俄罗斯人基本需求 现阶段并不打算终止营运 正真时刻国际企业纷纷表态 声誉做与不做倒是大相径听 东森财经新闻彭德宇王美荣综合报道